你提高一个层次呀 不能跟一般人一般见识 如果自己 连个一般人的做点都做不到 你还怎么做个智能工的人呢 你还怎么去做老师啊 做不到了 做不到了 所以第二点 我们首先要正确对待自己 正确对待自己 有了错误必须改 不能别人说你 说你一个不好 哎 他帮着我陶冶性情 我不理他 我这儿不管他 你真正有错误 应该认真检查自己 改正自己 如果把陶冶性情当个保护伞 来掩盖自己错误 在社会上可以 在搞智能工来说 这一点自己是要吃亏的 智能工就上不去了 功力就上不去了 不能前进了 不能前进了 就是说你别人讲 讲你你错了 认真改 不改不对的 他讲错了 不要受到影响 自己知道自己对的 坚信自己 相信自己 我这儿没做错 没做错 做对的要坚持 做错了的要改正 这就是陶冶性情第二点 时日求是地带自己 第三点呢 应该开阔心胸 使自己总保持个愉快情绪 这也是陶冶自己 念自己 总是有那么一个 乐天派的思想 高高兴兴 整天那么高兴着 什么事都容得下 对什么 也无所谓 所以需要心胸要宽广 这就是我们前面 只在正确对待自己的基础之上 在开阔心胸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健康人 没练气功 已经是可以做到 心胸宽广 咱们俗话一有一句话 叫做 宰相度内能撑船 宰相度内能撑船 心胸宽广 装得下东西 有量 有量 咱们也看过庙里边 有这么一个对联 大朵弥勒佛 开口便笑 肚大能容 肚子大 肚大能容 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 孝敬天下可笑之人 不讲这个问题吗 直接练气功应该是 装得下东西 碰着什么东西 也无所谓 平时呢 自己要给自己 想到高兴的事情 要使自己心情高兴 那哪儿这么的高兴事呢 其实呢 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对待人生 正确对待我们自己 正确对待智能气功 对待气功这门科学 那么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处处都可以有 实际高兴的事情 比如说 你帮助人做点事情 高高兴兴 咱们智能气功 给发个气 治个病 人家也高兴 你也高兴 给治个病 感谢你也高兴 学习学习 那也高兴 同学们在一起讨论讨论 也高兴 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不高兴的东西 哪点可以不高兴呢 比如说 有的人 在下说 这个东西没有 比如咱们学气功吧 学了给人功的理论了 道理我懂得了 可功夫我还没有 你也可以高兴啊 你懂得这个道理了 有了功夫 无非可以高兴啊 有了功夫咯 如果你教工开展工作 开展的比较好 开展比较好 这位同学很拥护你 那也是高兴啊 你没开展工作 你这样 努力去做 也可以啊 所以你精神境界 高尚了之后 都是高兴的东西 如果你精神境界 不高尚呢 就可以反过来了 可以反过来了 你没成绩 自己心里边总 总不高兴 哎呀 没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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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未有成绩 心里边往这个疙瘩 要去争取成绩 往个疙瘩 千万百万 想拼着命啊 去搞成绩 没成绩 就是心里边总是 在别人面前 就站不起 抬不起头来 也站不起来 往往这样的人 一有了成绩之后呢 他也不高兴 也不高兴 一种就是呢 有成绩后 只着气扬 再就是呢 有的成绩 恐怕别人 把这成绩淹没了 恐怕别人 把成绩抢了去 恐怕成绩 别人也说小了 等等这些问题 突然还可以不高兴 所以这个修养问题啊 过去古人讲啊 就是君子坦荡荡 小人常气气 所以小人就没有 这个修养不够 陶瘩性情不够 他有也不高兴 没有也不高兴 你对他好也不高兴 你对他不好也可以不高兴 所以这个修养问题啊 你对他好吧 他想了 这小子你干什么来 对我这么好 想干什么 他也可以不高兴 他心里面 他画好多问号 一心 你对他好 这样子 你对他不好呢 更不高兴呢 对我这么不好 怎么回事 没高兴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是不健康 不健康 我们自己应该是自己经常上的高高兴 一高兴气血流通 没高兴的事 自己就回忆 你就回忆回忆 你回忆回忆 哪件事很高兴 是你高兴的东西回忆回忆 一回忆 把那个情景回忆得很真切 那么心里面一高兴 甚至气血就流通了 所以我们练气功了 不就要气血流通吗 一想高兴 事情就能流通了 那也等于练气功了 所以我们智能工啊 经常就讲啊 这个高兴 喜乐 本身它就是一个 很好的练功的功法 是个功法咯 所以我们同学们 日常生活当中 应该经常使自己高兴 经常使自己 出一个愉快的精神状态 这一点呢 就是以前 有这么一个 谚语 也是练气功里面的 这么一首诗 叫做 一如一道一世流 三子各话万千秋 到底说了什么话 一字真言笑不休 让你高兴让你笑 儒家 道家 佛家 都强调这个涵养 即使涵养 也是练功状态 也是一种功法 如果我们同学们 无论在什么时候 不管你碰上什么事情了 你都能够坦坦然然 高高兴兴 那么你就算有本事了 你的功力 就算比较高了 咱们现在讲啊 革命乐观主义 在艰难困苦环境当中 也还能够高高兴兴 非常乐观搭观 这样的人 往往都是属于 比较健康的人 在健康层次上 比较高了 所以我们练气功呢 就要使我们自己 不断地提高 这健康层次 健康水平 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同学们 不要把这个高兴 当作一个一般 当作无所谓 那个整天那么笑和和的 有什么好笑的 就说明自己啊 总不觉得有好笑的 说明自己不懂得快乐 不懂得这个生活 应该从生活当中 吸取乐趣 如果你的 日常生活跟同学们在 一块一接住 你要会高兴 你自己要高兴 别人有高兴的事 你也跟着高兴 你看这人也好事 很高兴 跟小孩像的啊 他俩一个 大家也高兴了 咱们佛家有一句话 叫随喜 随喜 哪有好事 我随喜一随喜 我这没话 我随个你喜 就是随个你喜 这没有很好的事情吗 如果你真能够开阔心胸 他高兴 他的好事当作自己的 自己也高兴了 所以这样呢 总看到好的事情 自己要成绩了 自己要成绩 也想到别人 他们也好吧 自己也好 他们好吧 扩展开了 扩展开去 这要把自己扩展开 这样呢 你就能够精神比较稳定 在任何时候 都可以稳定 困难环境来了 困难环境来了 你也高兴 顺利环境来了 也高兴 这困难环境来 怎么能高兴呢 困难环境 实际上帮着你前进的 在这一点上啊 我们应该有个 辩证的看法 应该把这个困难环境 作为 锻炼我们 使我们成长的 一个客观的舞台 给你创造个舞台 让你有演戏的 如果没有困难 你怎么前进呢 这次我在讲课的时候 我在培训部 结业室上 在五元庄 结业室上 我就讲了这个问题 前一天在咱们 在前一天在咱们 这个我也讲了 就是今天咱们三月份开学之后 下学 反复下学 这个学 一下 好像给咱们练功 增加了困难条件 又冷 下面又失 可是就是这样的 困难的 恶劣的条件 能够练我们的顽强的意志 顽弱顽强意志 下面还要讲 陶冶性情 练顽强意志的问题咯 这本身 就是一个锻炼 就是我们意志力增强 所以困难的时候 也应该高兴 也应该高兴 所以我们要经常的 对待周围客观世界 去观察 去认识 当你真正健康咯 你意志比较顽强咯 气血比较流通咯 外面有咯 饿着的环境 你周身的气血 照样可以非常畅通 气血畅通咯 不受阻止咯 身体就没这么多不舒服 心情上就没那么多不愉快 所以以前讲啊 有修养的人 真正是过了关的人 所以修持很好啊 谁修持好就 实际气血 通胀度比较大呀 没吃没穿 照样高高兴兴 这样高高兴兴 所以我们以前讲 说演员 这是孔夫子的学生演会 生活很困苦 很困苦 没吃的没喝的 倒是还是高高兴兴 高高兴兴 因为他内在的喜悦 是根本 我们练气功 就是要练内在的喜悦 练在喜悦怎么来呢 从我练功之后 喜悦流通咯 精神稳定咯 就做到这一点咯 我想这个问题呢 我就 不像过去讲那么多 我们就像他们简单 那么说一说就行了 有些书头还可以看了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就是在世上去磨练 要经得起各种困难环境的打击 培养自己的顽强毅力 这一点呢 这一点 本来和前面的开阔心胸 是有连带关系的 你要想顽强的毅力 如果没有乐观精神 每个乐观态度 是做不到的 所以这个乐观 你才能有顽强的意志 但是顽强意志和乐观这两个 又不能完全等同 有的人 是一个被迫的接受 被迫的情况来了 就是以前一样的人 准备来顺受 忍着吧 也能吃苦 但那时候呢 和顽强的意志 顽强意志 还有斗争的精神才行 迎着困难往上上 那才行 要想着 不是被动的忍着 不是被动的 接受困难 还要主动出击 那和前面的乐观精神 是必须结合到一起的 因为将来我们 在日常生活当中 会碰到很多 这样那样的 不愉快 不高兴的事情 尤其我们搞气功事业 现在气功还在一个初级阶段 社会上 很多人 对气功还不了解 还不认识 搞气功 很多人就说 物正业 现在比以前好一点了 前些年在八十年代初 七十年代末期 我们在全国搞气功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全国搞气功的人呢 都被看得是 不务正业 不务正业 一般的来说 改涨工资没你的份 评奖没你的份 评好人好事也没你的事 反正好事没你一点 坏事不少 坏事不少 现在呢 和那个情况相比好多了 但是 你要搞一个气功嘛 也不是那么容易 也不会那么容易 有几种情况 一种呢 你做了工作 反而呢 没了好结果 有的人 上班的同志 上班的 学生他们计算工 来学工来 自费 花了钱 请了假 不拿工资 不拿奖金 等你学会去了 给人教教工 给人治疾病 发个劲 治疾病 如果赶上领导 他不信气功 什么都说 搞威信主义 搞散布旧思想 散布这个 散布这个 散布那个 反正就不散布好的 这么一来呢 我们很多同志 我刚才接着 接着一些个信件 怎么讲啊 哎呀 搞气功 真难啊 真难啊 我们就给他们说 回信 这个时候 是断断我们 弯强意志的时候 还要你 长功夫的时候 我们平时练功夫 练蓬气冠顶 练三心病 站庄 这只是长气 把气练多点 在这个时候 在环境上 在灵道上 在周围同志 跟着这种精神上压力 这是练神 这是练神 所以我们同志们 应该懂得一句话嘛 静处养气 闹处养神 静处练气 闹处练神 安安静静 没人的时候 那个练气养气 在周围有的人 练着神 练神 所以在这个时候 应该看到 他给你练神呢 神越练越精 越练越清 越练越定 他比如说你不好 安静 尤其领导 刺激你 或者给你穿小弦 有这地方也穿小弦的 你就要把它做为什么呢 把它作为是 培养你的一种手段 哎呀 领导真关心我 这件事情 给我点困难工作 让我吃苦在心 以前不是这么讲吗 以前年轻人工情团员 年轻大的共产党员 不都是这么讲吗 把艰苦工作 我们自己挑过来 自己主动的承担 艰难困苦工作 要求到 最艰苦的地方去 如果你搞了气功 有的领导不支持你 他该给你 要给你困难工作去了 你不应该把它看作 对你是个打击 换小鞋 你应该把它看作是 培养你 培养你 重视你 有了困难 我们学了聚能工的人 不去承担困难 谁去承担困难呢 你练功 长本事了 你不去挑重担 谁去挑重担呢 从思想上 应该这样认识 另外呢 这本来也 的的确确 是给你创造好条件 让你长功夫 长本事 如果你总是那么平平常长 干工作 干工作了 你练了功了 你长本事了 聪明才是长了 你怎么长了 拿什么来衡量啊 长不长你也不知道啊 只有原来 你做这么做工作 现在给你 加一倍 一加一倍 照常做得很好 哦 一个哦 练起功 没白练 长本事了 值得前进了 所以 我们应该是 呃 练功 把练功 看着摸刀 摸刀 有什么工作 有什么任务 又是在为试刀 看这个刀快不快 领导 或周围同学 给你一些事情 你看看试着刀 刀快不快 有的人 一试刀卷刃了 有的人 只能在顺利环境 干工作 你说要给一个 困难环境 或者说 或者说 把工作给你调一调 自己认为 这个工作 不认为工作 刚好 自己就 不想干了 自己就 吹头丧气了 就说明 自己练功 没进步 没进步 咱们这能练功 拿什么去衡量 拿什么去衡量 水平高 水平低 首先就看你 对待具体工作 你的工作能力如何 你适应性如何 我一直都在讲 开一点点我就讲了 智能工 不是把特异功能 放在第一位 把特异功能 放在第一位的人 往往 虽然都走偏了 都走偏了 有些人 稍稍碰点 精神刺激 受不了了 本来有些个情况 是对一般人 都无所谓的事情 可有些人呢 练了智能工的人 反而呢 一般人不如了 就是调个工作 调个工作 调到工作的一个 一般人 不练功能 说调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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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他练了功能 有点敏感了 这儿不如那儿好 那儿不如那儿好 一看那儿不如好 自己情形就坏了 连一般人都不如 一般人都不如 所以我们智能工 应该是把日常生活当中 各项工作 作为衡量自己水平高低的 一个天平 称一称 看有多重 他有多重 如果不这么做 这智能技术 不是智能工的水准 不是智能工的水准 我们必须树立智能器工的 衡量标准 智能工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东西 智能工衡量标准 不能把这个特意功能 放在第一位上去 要把你适应 把你应付 把你能够承担的 具体的工作 完成得如何 好不好 咱们现在是 搞私化 搞社会中心建设 工作做得好不好 这个问题 咱们进入学院里边 老师们 咱们那边康复部 八百病员 基本都不用特意功能来 就是发起疾病啊 都不如去查病去 有的人 平时看来功夫也并不高 可是呢 就是对病人 那么认真负责 那么坚定 他的病人好的都比较快 所以有些人 没有真正实际工作过 没有实际工作过 就以为 把起功当作 把这个特意功能 当作更高成 来对待这个问题了 咱们 在康复部里面 老师们 可能我最近查了一下 查了一下 他们这个效果最好的 这种效果最好的 在老师当中 可以逼一逼看 他都不是有 都不是有透视功能的人 为什么 你有了透视功能的人 有的人追这个东西 他自己 就想突出自己 突出自己 就搞一搞的 闲了闲了自己 而真正要为别人 服务的时候 精神不够了 思想没有了 到最后 治病效果并不好 不如那些人 效果更好一些 所以我讲 我们要把实际效果 给了个困难工作 能把它做得如何 这是一个练的 意志力的时候 当然咱们进入学院 是得完全练起功能 社会上就不这样了 社会里面 普通工作 普通工作 反正我讲了 给那个穿小鞋 真是我是个领导 我给你穿个小鞋 如果你一旦穿小鞋了 你自己精神不愉快了 好了 很可能 你小鞋就穿上了 怎么呢 你不高兴 工作做不好 工作做不好 正好爱拼拼 爱打击 如果你自己 不把自当的穿小鞋 有困难 高高兴去做 做做的做出成绩来咯 这位群人会拥护你 这不等于领导 给你创造的条件 提高威信吗 你光在一个地方 光这儿 这儿做做得好 这儿做得好 给你掉了 掉在这儿 再做好了 这儿去了 也拥护你 给你提高威信了 所以如果你一掉到那儿去 不高兴了 工作没做好 当然应该受批评 应该受批评 所以对待这个问题 咱们智能工 练智能工的人 就来对待工作 应该这么看 不应该有什么穿小鞋 跟坏工作 就不做这个思想 都做好事 所以我们这么做了之后 智能工 学了智能工的人 都会为社会上 某利益 都一定会为私化 做出更多的共享来 也必然受到群众和领导的 这个赞扬和爱戴 当然有的地方可能困难一点 一下不行 说明智能工不是为了出名啊 不是为了名 不是为了利益啊 一年不行 二年 二年不行 三年 我想绝用不了三年的功夫 那个局面就打开了 所以我们同学们 你只要这个 气而不舍的精神 顽强的意志 去做工作 功夫也会完成长 长期会做得出来 到最后领导群众 也会爱戴和支持你 所以我们自己也前进了 所以我想嘛 这就是我们要做涵养 涵养的时候 陶冶的时候 应该是 把这个顽强的意志 乐观的精神 结合起来 从两个方面 共同努力 来陶冶 陶冶也好的 这是 这前面这四点呢 说的日常当中 平时 接着我们去注意 做任何工作 有点思想准备 接待任何事情 从这高层次去对待它 另外 我们还应该注意 说陶冶性情啊 也不是那么 一下就解决的 我们情绪啊 不稳定啊 产生情绪啊 我们已经在社 生了不少年咯 这一下解决 做不到 那么 当我们碰上事了 碰上事了 碰上具体问题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碰到具体问题 碰到具体问题 一个方面 我们要把 碰事的时候 你就要把当作练功 这位人骂你 哎 练功 你觉得一生气的时候 你第一 觉得气少了 就是气冲进来了 冲进来了 气已经冲进来了 你应该懂得 哦 长气呢 长气呢 就应该懂得 他给我发气呢 咱们俗话说 生了气了 生气 生气 咱们练气功 不就多生点气吗 同学们不要以为 生气这个词是坏词 生气 这有生气啊 有生气吗 有生长之气吗 咱们要多生点气吗 生气当你生好气 别生成个邪气 就是 一开始 我们说 苏二苏二日常生气了 哦 那个气不听使唤咯 不听使唤 成个病态咯 这个你精神移动 哦 正正 就好了 你心里面一正 哦 他也正了 这儿去那气碗上一冲 一脑弄 一脑就想跟别人吵 一脑想跟他吵架 骂他 骂你 骂他 哦 生气了 气多了 来气了 来气了 这气怎么来的 那个对象 他让我生的气 他给了我加气了 他是个老师给你发气呢 他骂你 让他那混蛋 你这儿生气 一生气哦 你你别骂他 怎么看 你说老师给你发气呢 你这儿气多了 气多了 应该 哦给我发气的 气多了 赶紧 灌灌气 灌灌气 气舒服说 舒服说 你别骂他 你要一骂他呢 气多了 这点能量 激存起来了 一骂街 都倒出去了哟 你看 在 打架的人 尤其是坐 骑车打架的人 所以 骑车不注意 在公共鲜家 一挤 挤着人一下 没注意 那人就骂 有的人呢 一骂我也不是注意 我也不是故意的 逛你骂给他们 那一地骂 他骂他 他骂他 他骂越骂越骂越婚 越骂越婚 能骂半个钟头 下了车还骂 如果是 不骂 这个人骂他 那人不骂 那人不愿意 他骂 骂他臭流亡 这个人骂 离开他 不理他 绝对骂不了 三分钟到五分钟 骂那么三句五句 十句八句完事了 再骂 没气了 他为什么没气了 他骂 因为他撞他一气 生气了 给他多来点气 气的往往 骂 口开神气散 把气都散过去了 一张嘴 你混蛋 你臭流亡 所以气跑了 没气了 骂骂 觉得气不够舍了 没气不骂了 有这么个问题 你骂他呢 他一骂你 把气发起来 那一骂他 又长气了 气越来越多 到最后一下车了 难受 憋得哄 胸儿闷得哄 什么道理 伤气伤太多了 他骂他 他在 他在骂他 把两个气来回家 这不以为能量不灭 这不是能量不灭 你骂他 他骂他 来回来 你折气 不是 这一气 邪气 回来邪气 把力量都消耗掉了 这么个问题 从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 之后 碰到具体事情 练了起功的人 他一骂你 你出了吗 我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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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这样子 谢谢 谢谢 再骂两句 哎呀 快快 来 来 给我气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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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说 他也笑了 也不骂 他骂的话 他骂不了 就完了 这是一种 具体处理 具体处理 又比如 真出了事了 真出事了 张大街一走 多王子一撞 撞了个跟头 这时候 你不要现在 跟他吵架去 赶紧骂姐姐 哎呀 赶紧快快 拉了气 创腿了 发发气 先解决一点问题 解决问题 因为这时候呢 一年一动 气一动 把气通了 出不了毛病啊 如果你自己 广告一吵了 把腿撞断了 你要一走 就不好走了 所以 如果腿没断 把腿撞个大红包 你就找他算账 有什么用处 拉着上你 上医院 花钱 你花钱 他花钱 你挨疼 对不对 他撞了你 还是撞你了 怎么办 是不出去 赶紧拉下去 消消消消消 消了没事了 咱们有几个老师 撞过车呀 撞过车呀 把骨头撞断了 骨头撞断了 咱们现在康复部 有一个老师 康复部有一个老师 是北京来实习的 他就是去年吧 那车撞了 可能是昨天 撞骨折了 撞骨折了 当然他绝对骨头 就有问题 因为他有点功能 绝对有问题 赶紧 赶紧发劲发劲发劲 他要发劲 你亲自这一走了 发了发了 就不带疼了 走走路 哎行了 走吧 走了 走还交工去 交了工 交了工回来 还有一点疼 上一家去查查去吧 医疗片子 骨折 骨头断着呢 他说你得休息 得住院打石膏 谁打石膏 今天我一天 我走了一天路了 这打石膏 打什么石膏 不打石膏不行 所以你弯管弯管弯管 拿着片子回家了 有人还照上去交工去 好了也没事情了 你爹要是 你拿镇子一撞 骂他你混蛋 他撞坏了 拿上医院 好上医院 你自己断了 你自己断了 你活该 对不对 你他给花了钱了 你还怎么办 该疼还是疼 我们这能工认为 好了 没事 完事 所以我们就是 实日求是 咱们就能够解决 实际问题 解决实际问题 不生这个计 你又不然呢 你这跟他一吵 碰上一个奖礼的 哎呀 实在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对不起 这怎么办 你看 这撞坏了 快快快 咱们上医院吧 跟他说好那好话 怎么办 你给他打官司去 腿也没有断 就撞红了一块 你跟他 只要他拉上医院去 你又不去 你还得跟他 废办那事 他不要紧 算了 小后子以后 住点医吧 你不然装坏怎么办 他跟你 到了晚天见 你还得说他两句 倒不过自己 快点解决问题 发劲 拉劲 好了好了 走 如果你赶上 这不讲理的 他撞了你了 你怎么回这 谁怎么回事 你走到不看着点 你撞我车上了 把我车壶撞 把我车壶撞龙了 你看没有 他撞了一下 还跟你耍不讲理 所以这个事呢 警察也没看着 哪打官司去 也打不了官司 更生气 碰到有 赶紧解决问题 好 解决问题 这是当我们说 碰到具体问题的时候 先解决问题 另外呢 如果你一旦情绪 失常了 情绪 失去正常了 生了气了 怎么办 这是要把气消了 他 自己能够 真正能够消 从精神上 真会消 那最好了 你说 真生了气了 一想 这个气 没那个东西 心里一想 没 好了 这最好的 如果不能这样消 你自己啊 你到我家 就这个气 家还生气呢 自己给自己 想办法用功法消 一个功法消呢 就是说 我们用灌气 往下一灌气 两个手往这一来 从头往下一灌 到了两肋 顺着肝 就往下一来 就真慈善 你就慈善点啊 你说慈善 念慈善 真慈善 一念 真慈善 三个人往下一来 真慈善 一慈善 气 嗚就下去了 那生气就没了 什么道理呢 关键是那个慈 慈那个音 念慈那个音 慈那个音 就跟撒了气一样的 跟那子有点 慈撒气的 就 就这个意思 原来这个口诀 不是这么念 原来有迷信思想 一般都怎么念呢 叫做 南海大士 史观音 观音菩萨 真慈善 原来是这么念 所以一生的气 记得要老病 胸腾胀 胀胀难受 南海大士 观音 观音菩萨 真慈善 这么念 关键的那个词 这个词就 气就跑了 这个一种 再一种就是呢 有的人他不会念这个 你要念这个 他说 念这么多 观音菩萨 他说他不想念 李维 瞪眼 瞪着眼呢 想解气怎么办呢 照镜子 看镜子 看看眼瞪有多大 实际看 生气 瞪眼 实际瞪眼 瞪 实际瞪两次 眼就没力气了 不瞪了 我们讲啊 当然这些方法 都是属于 最 最具体 都属于下策 都属于下策的 从理论上解决 是最高级的 生气 这个样子 还有别的情绪啊 别的情绪啊 发愁啊 发愁 愁没哭脸 碰到具体身上 发愁 愁不过去 练功也练不了 怎么办呢 你自己练功练不了 小了 也得用功法 那得给自己 把这印堂 身体揉 先 先做个捧气也好 做拉拉气也好 印堂那里揉 这么揉几圈 那么揉几圈 然后就把两个 两个都往外拉 就是 没开眼笑 没开眼笑 这么念 因为念这个没开眼笑啊 它本身 它就是一个精神难事 咱们凭人高兴的时候 都没开眼笑 一生气了 一会儿一发愁的时候 坐着个眉头子 都往上了 挤着了 这这儿气不通 咱们呢 气功终于到 这儿属心 心气通不了了 这儿拧住了 又先揉一揉 点一点 发个劲 然后往外拉 它本身自己 不会 背那个笑 一笑 哎 没开眼笑了 不会这样 你就强迫地 没开眼笑 就笑笑 没开眼笑 这么这么 拉给拉开 这样气有一过 气一过去 哦 那个发愁的劲 就没有了 气就通了 如果这么拉拉了 还不行 还笑不了 还发愁 心里面还不笑 放下来 没开眼笑 下来以后 就笑笑笑笑 啊 这么一拖的就笑了 广宝笑了 照个镜 照个镜子去看 你说笑笑笑笑 一拖 一拖就笑 啊 因为咱们一笑 脸都起来 一笑 都起来 一拖 一拖的 他就起来 拖拖拖拖 那就他就笑起来 戴个脸蛋 都一拖 那就笑着 他这个发愁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这个是啊 讲的就是 具体的呀 当你情绪产生了 斯坦福讲了 最好从理论上 从理智上去解决 如果理智解决不了 就拿这个方法去解决 当然这个陶爷性情里边 也还有一些个 包括对峙那个偏颇了 也还有些个呼吸的方法 呼吸完我们这边就不介绍他了 就不介绍了 如果我们能够 把性格的偏颇对峻了 也能够在预长生活当中 去淘宴性情了 第二就可以做到这个契机综合了 契机慢慢综合 能看性格不偏了 预长生活当中情绪比较稳定了 总可以那么高高兴兴了 所以契机就容易综合了 不过说是说呀 做到它呀 也可不是那么容易 真要能做到综合 那就了不得了 你整天综合 那本事高的了不得了 因为综合本身 或者这个中 就是一种高级的气功状态 所以他们讲 他们前面不讲 这个综合出去讲了吗 那个综合什么东西 中 无受外界事物刺激的时候 喜怒哀思 情绪没有 有了事了 处理正好 处理正好 所以做的一点叫综合之气 另外的话呢 我再说一句 补充这个综合之气 精神状态 你真能做到综合之气 应该什么办呢 应该什么呢 没事的时候 不让心里边空 不让心里边无 什么事没有 心里边空了 心里边无 不对 什么事没有 心里边还有个东西 有什么东西呢 你得精神集中 那个东西 什么没有 犯了困 迷迷当当了 那都不行 那不叫综合 不叫综合之气 有事的时候 这个精神不能乱 没事的时候 不能叫心空 有事的时候 不能让心乱 这个情况呢 因为一开始 广讲那个综合 同志们不好领会 不好理解 你要这么讲呢 不能让心空 没事 心不能空 你说你要不能想 没事的 其中 爱思未发什么呢 以为是睡 没事睡觉 什么的 没事 那不行 你没事 犯愣 那也不叫 没事了 心里边 绝对不空 那就是综合之气了 当然能做到中落 那也是一番境界 关于这个 这个境界什么样子 练气功 达到综合 那就是一个高级的 气功状态 关于这个问题呢 咱们书本生有 高攀龙层就有一首诗 就来描述这个中的 达到这个中的境界 这个样子 所以他一讲嘛 真能达到中了 就是也不关神仙 也不关 也不关佛家 什么佛家说空也好 道家说炼丹也好 不管那一套了 就是个中就完了 所以我们讲 陶冶性情的时候 虽然是 讲的一般的人练功夫 但是 你真正能做到了 综合之气了 那就很了不得了 但是一下子做不到 不过我们应该 从这方面努力 前面我们一点一点讲了 性格偏颇地质 情绪的陶冶 心情陶冶 好多问题 觉得不好解决 所以我们 有时候性情 不好保持稳定 旁老师讲这么多方法 到时就不行了 有的人讲呢 我不关那一套 对解决不了 我就爱这个样子 我喜欢这个样子 如果你真喜欢这个样子呢 也没办法 有些人 或者说大多数人 他是不懂得这一套 所以我们讲 要真正将做到综合之气 要真正是 陶冶性情 要真正的海洋道德 真正是我们 从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上提高 高起来 练乱七公众们精神 精神 高起来 那就必须从这个保持中和直气 懂这个道理之后 再具体一点 我们讲第二个大问题 就要提高 提高情绪 超脱俗见 战乱道理来讲 本身也是属于陶冶性情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 这就叫做是 提高情绪 超脱俗见 我们在讲 陶冶性情这一节的时候 还是我们普通人 普通人 在普通人那个层次上 我们这样去陶冶 我们现在呢 从理论上 这个情绪 一层层高起来 往上高出来走 所以情绪是什么 情绪大本人 也应该属于心理学的范畴 它和性格有关系 它主要是来源于兴趣 因为那兴趣 这个兴趣 把它是稳定化 扩展起来 这样成为一个情绪 实际 这个情绪兴趣呢 就是说 一个是表现 衣食的喜好 性格上的 那个 这个取向 性格上的喜好 衣食的成为兴趣 它比较稳定了 就比较情趣 所以我们讲 兴趣的时候 首先就别从兴趣讲起来 一个人 干什么 有兴趣没兴趣 经常讲这个话 高兴干不干 高兴有兴趣 那么兴趣咱们产生的呢 是根据需要产生的 这需要这个东西 你需要了 满足一个需要了 高兴了 去干这个事情 满足它 需要了 当然了 需要的东西 不一定都能产生兴趣 生命需要 都是兴趣 不一定 你比如说 我们人 都要呼吸空气 知道不知道 都要呼吸空气 有人对呼吸空气 感兴趣吗 我的兴趣 呼吸空气 没这个 所以是需要的东西 不一定能成为兴趣 所以兴趣 是根据需要来形成的 但是不是说兴趣 都是需要 不是说需要 都能成为兴趣 这么反过来说 那么我们生活当中 人的生命活动 就有了不同的需要 那么就有了 不同的兴趣 根据一个兴趣 泛化固定力之后 那产生了不同的情趣 我们为了使大家能够 认真的 通过练气功 咱们就生命科学了 通过练气功 对人的生命活动 更好的认识 更好的了解 更好的做我们的情趣 一个情趣上升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这个情趣 有多少层次 有多少层 有多少形式 当然这些东西 也是我们来分类的了 像这个情况 咱们讲了 好的东西 咱们智能工 都是心编的 理论都是我们闯的 我们造的 当然了 这些理论 需要借助心理学呀 生理学呀 伦理学 社会学呀 甚至于思维学 思维科学呀 以及哲学呀 需要借助于东西 那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建了起来 我们就能够这些理论 所以给你们讲这些内容呢 有的地方 谈到心理学知识 有的地方谈到生理学知识 有的地方谈到各方面的知识 但是呢 和那个奖励又不完全一样 我们大家就应该明了 我们就从气功科学高度 把它总结归纳出来的东西 这是归纳人体生命科学了 咱们同学讲啊 潘老师讲的这次讲课 好多点都不好懂 我说对 因为以前 生命科学还没建立起来 现在咱们国家不都讲 建立生命科学 人体科学 怎么建立 它的理论是什么 我们就要把人的生命活动 很多规律 从宏观的角度 它也结合到微观了 从整体的高度 总结出来 就咱们这些理论 就这么搞出来的 这个情绪呢 我们分了多这么多 这么多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 人体生命活动的 不同层次的需要的情绪 人体生命活动 根据 就根据这个 人体生命活动的需要 不同层次里 不同需要 这是建立的情绪 我们讲这个情绪 根据来分的 根据分的 这里边我们分了 一共是 四个层吧 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 就是人体生命的 生理活动的 需要的情绪 我们人体 人生活着 活着 有个生理需要 生理活动 就是生命活动的 这个理论层次里面的 需要 人的生理活动 生理活动 主要就是心神代谢了 人的心神代谢 我们一个人 要活着 那主要讲 生理活动 主要讲自然 自然自然都不分了 自然的人 一个自然的人 有的自然性 他的需要什么呢 心神代谢 心神代谢有两方面 一个就是物质的 吃 吃进去 排出去 所以保住心神代谢 得纳入营养 吃东西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就是生智 繁治 这一代 下一代 心神代谢 在自身里边 自身的心神代谢 叫心神代谢 一个种族的 一代一代的 也是心神代谢 那个呢 就繁育了 所以这个人体生命活动 生理活动 就这么两项 一个是吃东西 摄取营养 一个就是繁治 生治 如果说 我们这个人 这两项 作为个体的人 死了 整个人类没有了 整个人类就没有了 人类也消灭 灭亡了 所以这个人类的 种族的繁衍 它必须 维持这两项 最基本的生命活动 当然这两项 生命活动 和动物界 没什么区别 从本质上是一样的 和动物 要吃东西 要生育后代 就这么 就这么两项 生命活动 如果我们人 把我们的情绪 建立在 吃饭 生育后代 放在这个层次上 这就叫做是 生理活动层次 需要的情绪 也可以说 我们请问这个 本能的情绪 是本能的 跟动物一样 属于本能性质 当然我们讲 完全和动物一样 那也不对 因为人 它毕竟是 社会的人咯 它和动物不一样 但是如果是 把情绪 放在一个层次上去咯 人的本能咯 我们从这么 可以看一看吧 往往人 文化层次 越低 越在落后的地方 越是注意生肢和吃饭 吃饭呢 我本来想吃 它不是到吃得好 不是 落后了 得千万百计 得奔命吃饭 这些外国人 说中国人呢 中国人一见面 吃饭没有 就说明中国很困难 吃不上饭 这是 我见那个 像外国人呢 都拼中国人 中国人说什么话呢 一见面就 吃饭没有 就说中国 说对吃饭非常重视 说中国人连吃饭都成问题了 就解放以前更成问题了 一般农村里边文化是什么 第一个人 咱们现在吃了一件一件 你好 这个 一般的文化不 不发达的见面 见面 首先问吃饭没有 问吃饭没有 所以这个吃饭呢 看来很重要 都放在第一位了 放在第一位了 再有呢 越落后的地方 人口越多 生育 这个生育功能 越发达 经济落后的地方 你看吧 世界上经济落后的地方 人口都多 人口都多 反正能力也强 所以这个 没脱离开 这个第一级本能 没脱离开 还没脱离开 那文化水平层次高了 他就不去把这个层次 以前咱们中国为句话吗 怎么叫 怎么叫什么来着 就是说 有十个儿女呢 这是 这是全富全寿 这是 这最有福 最有福 子孙满堂 你说子孙满堂 这有福的也是 这最有福 这老寿性 一看要庆寿的 子孙满堂 这最是高兴的 这有什么问题呢 就把这个 把这个繁殖后代 做一个情取 做个情取 精神净切 就把这个当做好 当做美了 有福了 追求这个东西去咯 这就是一个生命 生命的活动的 生理需要的情取 如果我们真正要去 想一想的话 那有哪根 光为了生孩子 光为了吃饭呢 其实呢 我们人 他的精神活动 精神活动 当文化水平 比较低的时候 脱离不开这两点 因为它是 最基本的生命活动 古典的哲学家 苏格拉里夫说的是 吃饭 都要吃饭 人都要吃饭 吃饭就是 这个生命活动的情取 不能这么讲 苏格拉里讲咯 他问他说 你知学家 精神高尚 你吃饭不吃饭 我吃饭 你吃饭 你有什么不物质情取啊 说诗色性也 你也是诗和色 说不对 说一般人活着 是为了吃饭 他也是为了活着 就是为了吃饭的 他说我吃饭是为了活着 大伙一听 这有什么区别 一般人 活着为了吃饭 吃饭为了活着 一个字不大 可你要细推敲推敲 活着就是为了吃饭 什么内容 活着就是为了吃饭的 他这个呢 我吃饭是为了活着 活着还可以有别的事呢 所以这个吃饭为了活着 活着为了吃饭 这两个是不等同的 所以这就是为了吃饭的 为了吃饭的 第一点呢 那就属于一个生理需要的层次了 情取了 可是人类的发展呢 人类的发展呢 要说明一点咯 所以现在物质文明 发达咯 但是呢 不知不觉的 使人们又不再推向 活着为了吃饭 我们在人类 在低水平的时候 一两千年以前 生甘率很低一下 人们生活水平很困难 仅有的物质条件都没有 那时候就发达生甘率 看来是应该的 要吃饱穿暖 好活的呀 可是当你物质 已经是不少了 现在人们是千锋百计 千锋百计 这么整天的努力去 跑去干去做去 那个东西 就是为了吃好穿好 你咱们看吧 现在 现代工业 大部分都是为了 吃好穿好 也不是吃饱穿饱的问题咯 吃好了 还想再好 好在什么算一战呢 所以这一点呢 也给人类 当今的人类带来了危机 把能源修好咯 把大东西都污染咯 这儿为了好这个 好了 那带来很多危害 所以这里边实际上 现在的西方的文化 就把人又带到了 吃饭 生育上去了 所以并不是古人才这样子 就是事物法肯定变成法呀 变成法 关于这个问题 大家慢慢慢慢的 在任人琢磨琢磨 在说琢磨琢磨 我也讲这个问题 一讲展开讲 讲的时间就要太长了 这是关于 属于当代 科学里边 生态平衡的问题 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 人类怎么 生成的更好的问题 所以这里边 如果我们 一切都是从 吃和生意上 情绪上 进来 那就是一个 本能的情绪 第二一个呢 就是人体生命活动的 社会性了 下面是自然性 自然性 人的特殊性 关于在社会性 有社会情绪 在社会活动的需要 建立这样的情绪 第一个呢 社会需要的情绪呢 我给里面讲了三个类型 一个情况就是呢 社会上 需要人尊重的需要 社会的情绪 对生活呀 在生活关系当中 在社会里边 彼此接住 彼此接住 有这么 一个就是呢 需要一个尊重 一个就是 需要有文化 一个就是 彼此需要爱护 在社会里边 这么三个方面 这么三个方面 所以我们在社会当中 如果人与人之间 什么关系也没有 那还叫社会了 如果到了 咱们到了西安去看一看 西安那边 挖过这个 亲世皇上兵马俑 你自己人进去 跟那个兵马俑那边 来回来 你转悠转悠 还成社会了 谁也不理谁 都是泥人 没感情 不会说话 没交流思想 都这个泥人摆着 那还叫社会了 如果咱们这个礼堂 做这么一礼堂 都是泥的 我咋给这大伙讲 假如一进来 爬后面身经病吧 那对你而讲什么呢 他这个人才在社会里 有感情 有活动 有交往 这才就是社会 这个社会里边 这样的需要里边 也成为社会需要的情绪 所以这里边呢 首先一点 那就是到社会里边去 到一个集团里边 人与人之间 有个归宿 有个依扣 里边有互相的敬爱 帮助 这个群体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最基本的需要 在社会里边 这个需要 互相帮助 互相爱护 互相帮助 互相爱护 如果没有这一点了 那什么也谈不到了 所以这里边 这个爱护 我们把这个爱这个字 加了一个爱护 两个字 实际上呢 爱护本身 是以爱作为基 作为基调的呀 所以人之间 到了社会里边 需要有个爱 这个爱 这个爱里边 有各种各样的爱 在里边 我们如果从 起工学的高度 可以发现有真爱 心心相应 从真正的 生命科的高度 从那个真理上 那样互相爱护 互相爱 互相敬爱 与真爱 再有呢 彼此之间 感情上的爱 他对他好 他对他好 感情上的爱 也情爱 再就是 更第一点 两个性之间性爱 性爱 所以性爱和这个爱 并不等同 真爱 情爱 性爱 它这都是在 维系到社会当中的需要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们搞起工的人 应该把这个 受的需要里边 慢慢慢慢慢慢的 做成更高级 要更高级 不应该 一般的 从一般的人 有些一般的 几个性爱 男女将出一个性爱 从性爱 提到的情爱 从这样提到的真爱上去 才是人类的爱 他所谓的博爱 博大的爱 那他有真正的爱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 就是社会上的需要 现在的 随着人类文明 不断前进 不断前进 这个爱的层次 也在不断地提高 也在不断提高 所以这个社会的美好 也就不断地质量 在加强 这是第一个 社会上的需要 第二个社会需要呢 加上人尊重 社会里边 每个人到社会上里边 都是想得到一定的地位 要尊重 一个人 没这么一个人 现在社会里边 我活着 就是想让人敲不齐 有这样的人吗 没有一个人 从新亚里边 我活着的目的 就是让别人敲不齐我 没这么一个人 虽然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 实际上绝对没这样的人 我活着就让世界上 谁也敲不齐我 他都是要争取 受到一定范围内的尊重 这一搞尊重 这里边就有了 有一定的问题了 这是有了一定的社会条件了 要搞互相尊重 要尊重吗 想得到上人的尊重 需要权力的尊重 争取到权 争取到权 有了权力可以尊重 争取到财 争取到财 可以尊重 争取到名 争取到名 一个要尊重 就是财 就是名 利 权 名利权 一般的人 在社会发达到一定程度 他为了得到社会的尊重 就要争这个名 利权 争名利权 这里边 一争嘛 就会有竞争 一竞争嘛 有的人有真的 有真权 有的人有真材 有真名 这里边呢 为了感尊重 还可以有假权 假钱 假名 虚的 这就是所谓文明 社会里边的虚伪性 比较 好像比较古代 那个很淳朴的 还提高了一步 有名了 这个情况 但是呢 也算虚伪了 再一种社会的需要 就是精神的需要 就是像文化的需要啊 娱乐啊 这是需要 像这 建立在这样的情绪上的 那成为社会的需要 社会活动的需要了 所以这个社会活动的需要 一般的来说 到了人类进入的社会 已经是 到了 有一定物质文明 一定物质财富的时候 就要建立社会的需要 在最早的时候 是个生理需要 在古老的人 最古老的时候 生理的需要 有了社会了 什么社会需要 有了社会需要 这有很多虚假性 所以人类 还在继续向前发展 发展 他就不仅限于 那个虚名虚路 假东西了 他要搞点自身价值了 搞点价值了 他自己活着 要追求自己活着干什么 我活着为什么呢 不管人受光说我了 他这里边就需要一个 追求 追求价值 这就是一个 生命自身价值的体现活动 地里边也有两种情况 一种的叫干事业 有的科学家 这个家 那个家 干事业去 自己埋头去干事业 自古以来 就是这样的东西 有的科学家 都穷死了 没办法 还去钻这个事业 他把这个事业 当成了自己生命活动 必要的内容了 你看咱们中国的李时珍 写奔草纲目的时候 挺穷的 家都破产了 自己还得花钱去课书去 也去印起来了 搞这个事业 现在也有一些个人 搞事业 这是一个 这是特别的天资 的价值 他 你看咱们就来 在前几年宣传 那个陈景润的时候 陈景润搞数学 搞那个什么 搞那个哥德巴赫猜想 什么那个一加一等于二 这个问题 这一门人弄啊 算了 跟那个别人说 然后他就 他就搞这个事业 现在是价值的 现在是价值的 从事业上去搞的 这是一种 自然科学的事业 再一种搞社会科学 以前很多共产党人 老前辈 他为人类解放 当给自己事业了 作为自己生存价值了 不许牺牲自己生命 去看革命去 也是他自身的价值 而这个情况呢 人类想起到 发感到一定程度之后 他就有了理想 理想和自身 怎么去体现他 跟那个事业结合到一起来 这都属于自身价值的问题 但是 我们从气功的高度来看 人类的生命活动 人类的价值 不仅限于此 因为前面这两项 对科学自然界也好 对社会也好 都是实现的 自己身体以外的 对象 作为价值的 自己生命活动 把自己能力 精力 逃到外面去咯 这样体验自己价值 我现在上香港去 我还跟他们讲 我就因为香港 他们西方人呢 一讲 就喜欢讲价值 咱们国内 想讲价值还不多了 慢慢价值规律 什么什么价值 也开始提了 这是一个新的名词了 既是哲学问题 也是人生问题 但是我们搞生命科学 也得涉及它呀 我就跟他们 香港他们人讲了 而西方人不讲 是价值吗 要争取价值 自己活着 生命价值 是什么 哦 我跟你们讲 上外去 什么 挣钱 去做事业 我这都是价值 我说但是 这些价值 对你自己 生命活动 有什么影响 那什么生命活动 我给你自己 你自己身体里边 有什么影响 他说 搞价值 搞这个干什么 我说搞价值 你自己管搞了 外面的价值 这还不全 有外面的价值 还得搞自身身体活动价值 他说什么叫 自身身体活动价值 我说通过你自己努力 通过你自己努力 你自己努力劳动之后 把你自己改变改变 你现在努力劳动呢 干事情咯 把外面活动改变咯 这儿建个工厂 这儿建个学校 你看有价值 那是外在价值 还应该怎么办呢 通过你自己努动 把你自己生命活动 把你自己人体 改变改变 说那能改变吗 哎我怎么起工就能改变呢 我说起工 就是通过你自己努动 把你自己生命活动 变变样子 这些是呢 第四个情取咯 前面 讲了三个情取咯 第四个情取建立在来改变自己生命活动的 这样的情取 就练起工的情取咯 因为我们 真正要是实现自身价值 必须在自己身体里面 体现出自己的存在价值来 那才是真正的 你自己的人体活该的价值 这一点呢 我们很多人实际上已经开始体会到它咯 也已经体会到 起工改变生命价值的意义咯 而且我们 已经在这个价值里面 得到它这个价值引起的作用咯 讲到这一点呢 很多同学讲的 庞老师啊 我们连这个价值 感谢观看